国际消息 美国近150年来 首次出现内阁阁员 遭国会弹劾 美国联邦众议院 在13号表决通过 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可以看到赞成与反对弹劾的票数 只有一票之差 虽然弹劾案在众议院通过 但是被认为无法在民主党 把持的参议院过关 而根据弹劾案内容 马约卡斯被指控蓄意 且系统性拒绝遵守 保护美国边境的法律 美国总统拜登则是发表声明 痛批众议院共和党人 玩弄政治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